這個球帶出去啊 落地成為一支安打 那會上二壘嗎 沒有 應該會不會 球趕快處理 不過連續三個半局啊 在龍隊這邊都是守名打者就上了 對 那下一棒是捕手 所以做短棒的 做攻的機會是 力量滿高的 高東 對 力量滿高 遠出去了 在一壘的邊線啊 必須要傳啊 對 這個還滿成功的喔 看得滿漂亮的 就是你會看 就覺得可能第一實在想說 會不會滾出去 會發現好像不會 那就必須要 不要再等了 不能等了 那個點的位置就非常的理想 很刁鑽 從這個角度看會更清楚 就這個球打高了 還在飛啊 有沒有辦法接到 沒有接到的話 真的被他 航出去了 這是一支兩分炮 那也是 我們才說要小心 極力極到拱貫這個 重炮的威力啊 這是今年老虎 面對龍隊的打者 被打的第一支全雷打 好 哇 他這樣極力極到廣關又是連場開轟了 是 比較外側他還是往這個 左外野讓他打 好 他這個 你說在這種金冠 要保王座的路途上最怕 整季都壓制住的打者突然間破功了 對 沒錯 對 其實就已經有提到他最近四場 因為他最近現在這一支算進去 近八場比賽 他五轟啊 兩到兩塊 一雷上跑車走這一棒 拉到三壘撤 三連手稍微露了一下 要傳本壘 結果 最後 Safe 極力極到這安全回到本壘得分 貴拳龍隊追到1比1的平手 樂天這邊要挑戰嗎 剛才三壘手梁家榮 第一時間接得不是很乾淨 對 那後續傳本壘其實開明上看起來 也要是蠻危險的喔 對 看起來是華雷這個得分的 可是主持人看Safe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好像第一次沒有take到 他這個手縮得好喔 對 然後這個時候才去 第二次去摸到 是 所以我覺得是滑壘滑得好 應該是有真的閃過 延紅軍的觸殺喔 要不然球是先到沒有錯 這個技巧性的跑壘 幫助龍隊追平分 要到手 而且現在一出局 等一下還有兩